在歹香长大的妈妈深知 水是食物中最基本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入夜了 妈妈拿出祖母传下来的铁壶 煮了一壶滚烫的水 给正在复习饮烤的小明 泡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 中华民族获取食物的活动和非凡智慧 无处不在 人类又一次获得了大自然的馈赠 停 说半天你就为了泡个泡面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在我们耿马 水可是圣洁之物 耿马地处云南省西南边陲 是一个以带族瓦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边疆县 二十四个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 耿马是呆语耿马的谐音 传说是一匹白色骏马引领他们 翻山越岭才找到这块神奇而又丰饶的土地 耿马与缅甸山水相远 拥有国家一级开放口岸 梦定清水河 是云南省对外开放的前沿 耿马是国家粮食和浙塘生产基地 云南民营橡胶主产区 蒸煤茶之乡 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富极之地 这里有全世界仅存于梦定镇的 歹族蝴蝶舞 被誉为东方芭蕾 舞蹈艺术的活化石 被称为菜伦造纸树的活化石的 盲团歹族手工造纸记忆 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马路舞也列入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年一度的歹族泼水节 瓦族青鸟节 景泼族木脑纵歌节等民族节庆活动 精彩分成 县内各村寨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建筑引人入圣 尤其是梦定洞景佛寺安放的佛祖锁谷舍利子 使其成为东南亚有名的佛教圣地而声名远波 威鹅的吐司圣地 古朴的者迈千年古竹城 迷人的南丁河风光 神奇的四排阿瓦山 一望无际的浙园 生机勃勃的交园 和庆人心醉的茶园 一批批文物古迹 一个个溶动奇观 一处处婀娜多姿的景点 秀丽迷人 令人神往 人者乐山 聚居在耿马孟俭乡大寨村的瓦族 是中国瓦民族中唯一一只穿黄衣服的瓦族群 被亲切地称为黄衣阿瓦 作为瓦族的一个神秘之戏 其独特的饮食和婚俗 越来越吸引专家学者的目光 瓦族知景色彩艳丽热烈奔放 你值得拥有 在瓦族村寨 位于路边或村旁小径的小梦棚里 常能发现盛满清水的桃罐和喝水的容器 这是村民们为过路人口渴时准备的 这一习俗在耿马的瓦族地区 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成为行善乐师的自觉行为 燃池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 以前当地人结婚生子 不如中老年后都要进行燃齿 留一口黑芽是美的象征 它们会咀嚼一种野生的草本植物 时间嚼得越长 牙齿就越黑 对耿马人来讲 橡胶树可以说是家里的银行 一棵橡胶树可以搁上二十年 而橡胶用途广泛 价格也不菲 所以村里每家每户几乎都有橡胶树 而蔗糖叶则是家乡人的甜蜜事业 炸糖季节 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味道 甜过初恋 耿马民间歌舞艺术多姿多彩 被誉为歌舞的海洋 每逢重大喜庆和传统节日到来 耿家人都要敲响欢快的橡胶鼓 跳起白橡舞等传统舞蹈 庆祝五股丰登 祈求未来的美好生活 梗马必吃美食排行榜 无酸不成餐已成了歹族的饮食习惯 酸百仪的称谓便是由此而来的 以酸渐肠的歹味已成了歹族饮食文化的特色 耿马豪崩 耿马县的特色小吃 豪崩就是油炸米花糖 歹族制作的豪崩香脆甜 颜色金黄油耳不腻 既是插鱼饭后的食品 又是款待宾客的美味佳肴 还是教徒们的拜佛供品 鸡肉烂饭 凡到过瓦族地区或曾在瓦族地方生活过的人 对鸡肉烂饭并不陌生 它是瓦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瓦族人民人人喜爱的食品 品种繁多 有大米烂饭 包谷米烂饭等 辣咪 辣咪又成南咪 逮语指各种酱 是逮家人每天必吃的蘸料 其种类有螃蟹酱 菜籽酱 酸笋酱等近十种 撒撇 逮族饮食中的传统菜药之一 是待客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 吃起来清香微苦 麻辣爽口 回味无穷 耿马歹族还用不同肉料或蔬菜 做成牛肉撒撇 鸡肉撒撇 猪肚撒撇 骏子撒撇 豆撒撇等等 竹筒饭 源于歹族先民上山打猎 出远门做活时 不便带锅碗 而就地取材煮制的饭食 此饭融糯米香 清竹香于一体 口感柔韧丝滑 满齿流香 是最具民族特色的风味食品 到此一游必去景点 孟定坝 是一个四世纪以来受南丁河侵蚀 并堆积而成的冲击型宽谷盆地 四面被山丘环绕 南丁河从东北流向西南 并穿过整个坝区 逮宇以为会弹琴的坝子 处处瓜果飘香 遍地粮食作物 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景戈白塔 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 至今已有两百二十多年的历史 1988年 耿马大地震 使白塔尚不毁坏 仅剩塔基 经1992年重修的白塔 形似圆状 塔基呈六边形 象征佛祖的主塔 高三十点三米 与周围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 十二座富塔簇拥成群 主塔座下六面都有上下两层佛刊 梦定洞景佛寺 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建筑结构及陈设属 南传上座部佛教山林派 大殿内有释迦牟尼金色大佛一尊 及弥勒税佛二十二尊 神采各异 因埋葬释迦牟尼舍利子而闻名东南亚 也因此形成了一个佛祖救世济世 普渡众生的佛教圣地 耿马必购土特产排行榜 耿马蒸梅茶 蒸梅茶具有外形调索紧直 茶叶汤色碧绿 清澈明亮 滋味清香回甘 精酒耐泡 内含物质丰富 消暑解渴 美容 易瘦 皱消化 防衰老 防辐射 实为茶叶中之真品 梦勇土锅 以当地特有的土原料制作 由主食物不喷液 食品清香可口 保温性能好等特点 深得用户喜爱 年产上万件 在县内外畅销 远销往缅甸等国 歹足竹边 歹足竹边工艺精细 造型朴实大方 图案变化美观 制品种类繁多 是优良的实用工艺品 歹足竹边经过通蹄修漆 内施珠 外漆精 并压印图案 复礼堂皇 是上好的陈列工艺品 盲团齿 因其坚韧洁洁白 柔软光滑 久存不沉 防腐防住 力思不破而闻名 远销上海 泰国 缅甸等地区和国家 骂肥果 野生骂肥果有两种颜色 分别为红骂肥果和白骂肥果 白果味道甘甜清香 而红果偏酸 在市场上功不应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